今天一大早呢 我来到了寻谱村 发现啊 已经是热闹非凡了 虽然游客不多 但是您看 有很多的当地朋友都在出摊 尤其是很多的阿姨啊 很多的奶奶 卖的都是仙的海货啊 好多都是他们凌晨 刚刚去海边打上来的 比如说您看这边仙的鱼啊 背啊 还有这个海栗子啊 这个大姐您看 正在一边包一边卖的 而且您发现一个特点没有 很多的女性啊 头上都插着簪花 这就是本地人 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 过去的泉州各大海鲜市场 买海鲜好货 就要找簪花的寻谱女 如今想要了解她们的生活 也一定要赶早 这边卖鱼货 而另一边也热闹非凡 寻谱阿姨们在购买鲜花了 这都是鲜花吗 我带着 可以吗 好看吗 好看 清晨的寻谱村 头戴鲜花的寻谱阿姨在街边劳作 她们挖着海力 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而海力也是寻谱村的特色 更神奇的是 这里的房子都能建到海力壳 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墙壁 看上去是个老房子 但是不是一般的砖墙 泥墙石墙 是一个磕磕措 磕磕措 我们当地人叫它尔卡处 尔卡处 所以我们泉州把我们的湿脂品和磁器 远洋到国外去进行交易 对 空船返航的时候 遇到风浪就会不平稳 对 所以就把当地的石头 还有磕壳铁器放到船上 稳传新量 压船用的 对 压舱 然后进了我们赤铜谷港之后 沿途散落 所以就成就了我们村的这个磕壳措 你可知道 它是有冬暖夏凉 防蚊防虫的作用 而且千年砖万年壳 它比砖还来得牢固 现在是真正的豪宅了 所以您来到这里 一定要打卡磕壳措 对 再教教我们闽南话怎么说来着 尔卡处 尔卡处 一定要打卡尔卡处 苏东 你看一下 这个你叫做什么吗 这个房檐吗 这叫鸟踏 其实我们闽南人 是非常有情怀 很人情味的 你看小鸟每天在天上飞 可是当遇到刮风下雨的时候 其实它也想要有一个 栖息的地方 所以我们闽南建筑里面 在这个房子上面 都有一个长长 突出来的一个砖头 叫做鸟踏 就是给小鸟在上面栖息的 几百年的磕壳措 被当地百姓遮风挡雨 如今也成为了游客 沾花打卡的最佳背景 晴天姐姐还告诉我说 本地盛产海力 而这里的海力田 也是一番别样的景致 听到这儿 我迫不及待地 想去体验一下 它们的生活了 现在早上五点多钟 我跟晴天姐姐约着 已经到了海边了 这边就是咱们的海力田 对 我们要先穿好 我们的装备 因为海力田上面 很多那些小壳 会扎伤我们的脚 小心哦 哇呀 下大探土里了 还是好多海力壳的 是 好滑呀 对 会有点滑 那所以每天有几次这种 退潮我们可以来挖的机会 可能是两次 你看这些阿姨 你看有的三四点就过来了 待会我们可能在七八点 就开始涨潮了 所以我们得抓紧赶紧去 我就寻着 晴天姐姐这个脚步往上走 有一句话叫做 一脚深一脚浅 我跟你说 在这个摊土上走 就是一脚深一脚深 就没有浅的时候 当地的海力个头较小 它们依附在石板之上 石板四个一组 形成一个个小堆 每天寻仆女都要来敲掉海力 如果不踩的话 其他的海力将无法继续生长 而且来挖这个海力子的工具 其实并不复杂 你看这边是一个钢纤 自己做一个小锤子就可以了 就用这个尖尖的地方 对准一个间隙 然后用这个锤子给它锤 检查一下 如果有看到是壳 或者是坏掉的 我们就给它扔掉 每天有两个潮水时间 那奶奶们都会就是在每天不同的潮水时间过来敲 敲完基本都是四五个小时 要敲的差不多有四五代了 就才回去 其实这活也挺苦的 早上起来虽然不是特别热 但是马上这个太阳就出来了 对呀 而且在海滩图上没有任何的遮挡 好辛苦 但是我看你们都还头上带着三花 心情就不一样 我觉得这样带着花敲下来的海力子 别有一番鲜甜 这个品种可能个头比较小 但是我觉得味道可能会非常的鲜甜 对 很鲜甜 因为它是咸淡水交界 那我们要把一块手上都敲光吗 不一定 我们就是敲着敲 哪一边多一点就敲哪一边 但是你要那些小的就给它放着 放一点让它继续长 来 我们看这个海力子 好鲜啊 我刚才不小心把这个壳敲掉了 大家看这个肉 这个能直接生吃吗 对 生加 好鲜哦 很甜 很鲜 假如说我就是游客 有没有机会 下来感受一下自己挖海力 有啊 你看我们这是最美海岸线 很多游客 他们会沿着这一条海边走 或者是骑自行车 会看到这些阿姨奶奶们 插着花在这边敲海力 他们也会很有兴趣 也来感受一下 劳作本来就是美的 三花的劳作是更美的 寻仆女格外能干 也格外爱美 即使双腿陷在泥地里 头上也要有艳丽的花朵绽放 敲好的海力 他们会在海边清洗 然后台上岸再进行下一步的加工处理 我也跟着他们一起回到了村里 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的收获啊 这一部分 对 就一小袋 今天姐你得教教我怎么把它扣出来 每一个海力呢 它都有一个小嘴巴 是不是在这 对对对 在这里 从这扣开 轻轻撬一下 哦 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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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这个盖拿下来了 对 然后呢 你看这边有一个眼睛是不是 对 也是给它分离 然后就抓出来了 哦 哦 其实很大一条 对不对 所以两位阿姨 你们现在啊 七十多岁了 这个八十二了 那个她七十了 你们八十二岁了 我看不出来啊 您带着真花还非常漂亮 你看我们三代人都在这呢 结婚的时候呢 就带奶奶的那个钉箱耳环 它的形状呢 你看像鱼钩对不对 对 像一个钩子 但是不是 它是灯笼 就意义着天丁发财 哦 那这位奶奶呢 你看她很年轻 看得很年轻哦 八十几岁了 但是人家已经当太奶奶了 她就叫老妈丁香 那像我呢 你猜一下 那就是年轻的女孩子 对 未婚的呢 就带原型的 因为虽然我有女儿 但是我们巡谱呢 没有办婚礼 就不叫结婚 所以我就带着原型耳环 哦 每一个诗品都很有讲究啊 是啊 都有文化的一个寓意在里面 是的 是的 和奶奶们一起挖着海鲤肉 听她们唱着歌 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 巡谱女们平凡又精彩的生活 在这里所有以海鲤为食的习俗 巡谱阿姨们挖出来的海鲤肉 也正是制作柯仔间的正宗食材 金黄的炒蛋 嫩绿的香葱 配上海鲤肉 满满的一大盘 看一眼就会让人食欲大增 这个味道怎么说呢 就是海鲤的肉吧 虽然你看它不大 但是特别的嫩 然后这个蛋也是高蛋白 所以这个真的是特别补蛋白质 而且没有什么脂肪 特别的健康 没有海的那种腥味 反而有那种咸的海的那种甜味 这是另外一种吃法 好吃 除了今天我们吃到的这些小吃 海鲤的肉还有多种多样的做法 比如说可以炒菜 可以把它煮进海鲜粥里 还有些店家把它包进粽子里 总之吃法多种多样 所以这是最具有当地特色的一味美食 您来到这里一定要品尝一下 鲜甜的海鲤的肉